最近寒流來時 羅里社區這次無事跟蔡港風寒的無助 要來送給留學中北 最後這天 羅里社區邀請市府上官黨委作會出席 社會教長丹燕基 阿南區長也有幾名 也都代表市長長來關心 因為中北的地上毛毛手頭頂 讓他們在寒冷當天也能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說要把你贏一丁毛毛 看你這樣贏了 我代表市長還在想夫 我這兩位來當 閃靈閃靈閃靈 國路社區的蔡理市長 跟這些地方熱心的職工 也特別來關心這些獨居老人 這一段是這個寒流來襲這個部分 那在市長也在市政會議裡面 也特別提醒我們說 有关要去都居老人的照顾 所以说市长这边呢 特别来提示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依照这个部分 然后希望说在寒流期间 对都居老人的一个照顾 我想还有我们区长今天也特别 为了事情也来到现场 后续呢 对我们的都居老人的关心呢 我们会在寒流的时候 特别去注意这个避免航海 这处下座不知无论的单位 分配是楼梨社区 汤君臣 黄美芬 林振君丁朗 观景妮费30条 立华社区也 협作观景 抽筒到没有了 这个礼拜 这个寒流再度袭击 所以呢我们就赶快的 展开了募集的工作 我们募集了三十床的 这个毯子 还有这个袜子 长袜短袜都有 还有手套 帽子 因为短袜不够 那我又特别赶回社头 去买这个 那我们也非常高兴 今天局长还有我们区长 跟我们一起来关心 这些独自长辈们 让他们这些物资送给他们之后呢 让他们能够躲过这一波 寒流的侵袭 楼梨社区虽然本身族囊 没穿过 但结合了社会上 这么多有爱心的人 有钱出钱有来出力 让历史的含人家路 也将满到温暖和关怀 台湾新闻 张硕为 拆红伯德